感情里,女人放下这四样东西,往往会过得很幸福 很多时候我们要求的太多,只会让自己越来越累 往往不会过得很幸福 简单,平淡的爱情才是真 越是随意,往往会过得轻松 在感情中,我们要拿得起,放得下 要学会取舍,这样幸福会来得容易得多 在感情里,女人放下这四样东西,会过得更幸福 一,放下疑惑 在感情中,如果能够做到对彼此信任 信任对方,就会过得开心,幸福 任何一段感情的基础,就是信任 如果做不到信任,那么这段感情也不会长久 如果女人放下疑虑,对对方多一点宽容 那么对方会更加对你上心,会更加爱你 感情都是相互的 前提是,你能够做到对彼此尊重 相信对方,那么他也会对你更加真诚 二,放下担忧 生活从来都是自己的,开心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 要想过得幸福,最基本的就是做到放开心 要相信彼此 既然一个男人选择跟你在一起,一定是因为爱你 不要过多的去担心,忧虑 女人做到对生活感情淡然 好好爱自己,努力经营爱情 幸福一定会属于你 三,放下计较 在感情里总会有一些矛盾和争论 如果什么都要计较跟你对我错 生活就会充满仇恨,根本就不会幸福 要想远离争吵,就要真正的学会放下 对感情释然 不要过多的计较 爱情里没有你对我错,只有谁爱得多 包容得多一点 女人要想过得更幸福,就要学会放下计较 开心的生活 四,放下伪装 没有谁天生就是完美的 如果爱一个人,就要成为对方喜欢的样子 那么这样的爱情是不成熟的 好的爱情会让你变得更好 但是也会让你做到最真实的自己 不需要去抢装坚强 也不需要伪装 女人只有做最真实的自己,才会幸福 你本来的样子就很美 如果对方接受不了你真实的样子 那么他也不值得你爱 生活是自己的,感情也是自己的 大家想过得幸福,就要学会放下 学会取舍 当女人放下这三样东西时 幸福自然会来敲门 这三样东西